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啊 我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 我有点不舒服 我 没什么问题 我就是想休息一下 你先出去吧 我睡一会儿就好了 那你要是睡醒了还不舒服的话 再叫我 我先去吧 vir час 我混跟我 寺一会儿的 说 等一下 怎么了 算了 问他又有什么用 你 衣服破了 你又想干什么 老板 你是不是傻呀 你再说一遍 老板你今天戏不戏 大大我写几顿了呢 我怎么了 你没看出来 小夏姐对你俩不正常吗 很不正常吗 当然了 你没发现她一直在躲着你吗 怪不得 那她为什么要躲着我 那你自己干了什么心情没点数目 一切都是从平安夜那天晚上开始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我在你身边这么些年 你有点风吹草动 我还能不知道吗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不要再跟她搞在一起了 她 林建南 不要再跟她搞在一起了 跟她有什么关系 小夏姐对你挨打不理 不就是从林建南回了那天开始的吗 这两天你动不动就跑去跟林建南聊天 不就拢弄小夏姐吗 我没有跟她聊天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现在如何挽回小夏姐 你想想 自从平安夜之后 你们两个 有没有单独相处过 对吗 老板 你是在谈恋爱 不是在当室友 你老跟我们混在一起干吗 有道理啊 老板 人总是要长大的 虽然你现在 很依赖我 但是 早晚又独立的那一天 我希望 在那天到来之前 你能学会 怎么跟女孩子相处 真的是第一次 没什么 我虽然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毕竟你的心结只有她能解得开 你要是越晚告诉她呢 那这个结就打得越紧 你是希望打个死结呢 还是早点解开 这就是 老板 搞定了 怎么搞定呢 你这也叫搞定 反正我都说好了 愿不愿意你自己看着办喽 答应不答应了 答应我就去安排了 好 好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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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小白没 出门了 林夏 林夏 别喊了 都出去了 这俩上哪儿玩去了 怎么不带上我呀 那 我告诉你 基本原则就是浪漫和惊喜 平安夜不是惊喜惯了吗 平安夜你还吃饭了呢 今天还吃吗 我可以不吃啊 老板 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你懂不懂 就是 你想像自己是一个 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俗人 跟女孩约会 你会怎么办 气球 你这气球怎么卖的 不卖 妈妈 我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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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宝贝 我们到别的地方买好吗 好吗 来 送你 谢谢夫妇 谢谢啊 走 现在开心了吧 太阳光了 了 太阳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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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见到 还乱了